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今天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就是打雞蛋 不是,是打假蛋現場直擊報導 給我這些東西握手聽我的朋友 讓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好緊張,對不起 剛巧就這樣 今天我們說話題就是關於黑心相片 有私情出現很多的 剛巧就這樣巧,昨天我鄰居給了一顆蛋 就跟我說這個黑心雞蛋 我不知道是否我心理作用 我未打過,聞到一些意味 我有點緊張 不是,有人噴了香水而已 不要誤會 剛才你一開門就有一股味 對啊 不,旁邊剛剛在吃東西而已 不要誤會 大家看到這顆蛋了 之前在三豬那裡 這顆蛋的奇怪之處 它感覺上是兩個蛋殼 看不到的了 兩個蛋殼在一起 我開來看看 好,準備 你這麼大力 是對的,是對的 現在你看三豬的視頻 我們就在打一個 你這麼大力 它的蛋很難 麻煩 林先生 打蛋不大力 那怎麼辦 你用手的嘛 OK 聽節目的朋友 我們先形容一下 粒雞蛋是比較稀 果然有兩顆蛋黃 對,真的有兩顆蛋黃 但它的醬真度很像 跟真蛋沒有分別 這樣看下去 但聽說呢 如果你拿去煎的話 你煎得像麵粉一樣 對,它應該是薯粉 然後混了很少的薯粉 然後就有些水 所以煎來煎來是不會成蛋 裡面的… 你不要再做了 打開雞蛋裡面好像一層膜 也有的,奇怪啊 好厲害 先說一說 為什麼我可以辨識到它是堅還是流 因為林先生 他打下去 不是真的那麼大力 因為它的殼本身一定有硬 脆弱 然後它撥了之後 那個蛋黃 是完全散的 像水一樣的 有的有的 因為一般你打 它的蛋黃還會硬 濃稠一點的 我們覺得它的架構 這個殼真的真的 不過是用兩個雞蛋打開殼 再重新黏在裡面 好有空 你嗅一下看有什麼味 看我 來來來,你嗅一下 我嗅一下 我嗅一下 這些真的 對 你敢吃嗎? 我煮給你吃 真的沒有蛋味 有麵粉味 麵粉? 你是不是啊? 你不相信你嗅一下 真的真的 嗅一下不會有事的 所以大家在賣店的時候 都盡量檢查清楚 為什麼這種雞蛋 它是兩個托子 放在三豬那裡 我們放在鏡頭前面 大家按這個 星3776 對呀 我們在鏡頭前面 自己可以看到 這是黑心蛋 我們剛剛打了出來 看看 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現在 都可以買的 如果你想玩 哈哈哈哈 你啊? 說笑 OK